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栋旅馆的建设主要是提倡老屋兴用的概念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重视老房子的价值 对的 从门口走进来看 你也可以发现到走廊上有非常多关于巴厢的历史和故事 而在我的右手册呢 则有绘画老师带领着学生们做出来的作品 都是关于巴厢的风景的 大家也能看到这里的绳子是房里巴厢港口的样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 主要是呢可以开放给所有的旅客 让旅客们能够互相交流 其实啊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全世界可以看见巴厢 巴厢也可以看见全世界 好啦 今天的旅游Gaki 就带你来到了这栋旅馆的旅馆 希望大家继续守着下一期的历史特工旅游Gaki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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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